台湾的食物問題是讓人很歡樂 來做出以在地農產品所製作出來的健康冰 變成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一位原本是香農的業者 因為不敢農業生態漸漸來破海 是過程導致提供國產天然的味 製作最好吃的蜂蜜生果冰 只要嘴一家 可以感受到幾嘴都是水果的香味 很多消費者是一家過的就變成老豬狗 乾啊 很滑順 然後中間它應該說 我是比較喜歡它的那個冰淇淋的部分 那它冰淇淋的部分呢 口感非常的滑順 然後裡面還有帶有果肉 那吃起來可以吃到很紮實的感覺 而且它有淡淡的蜂蜜香 其實就覺得 其實可以吃得到天然的味道 很自然的感覺這樣 中華市一間邊編合吃 利用最天然的麵 跟當時的水果 做出百分之百用心 百分之百用心的蜂蜜 葉家表示 它原本是蜂蜢 在看著台灣是這樣的問題不斷 為了要提供最好的產品給消費者 所以特別一國三的味 跟水果為食材 做出順天然的蜂蜜 會做這家店的原因是因為 早期我跟我的父親養過蜜蜂 那我們知道蜂蜂其實是 對我們的農業有很大的一個貢獻 但是蜂蜂的辛苦其實都過得非常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市場上大家都知道 假蜜很多 這個是媒體公認的一個事實 那我等於說 之前的工作結束了以後 我想說 我這個年紀應該要來做一點 有意義社會的一個事情 所以呢 就開始發想 那就決定說 好 我就用以前我們對於蜂蜜的認識 因為我們養過蜜蜂 然後我們就用對於蜂蜜的知識 就是來做創造這個加蜂蜜這個品牌 然後來使用我們國產的天然蜂蜜 來融入我們的冰棒 冰淇淋還有巧克力 那我們產品特色最大點在哪裡呢 第一個我們這支冰棒裡面 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然後也不加任何一粒的糖 不管是蔗糖果糖 不加一粒的糖 那60%的鮮果汁的含量 所以這支冰棒 我相信每一個人咬到嘴裡的時候 一定是感動的 我很有自信 這是全台灣最好吃的冰棒 台灣是比是天等 可就是這種有良心的業種 鄉親如果對這種冰有效 只要有機會經過種水囉 就可以在禮拜平上最好吃的雞蜜 而且在這裡打卡 也還可以不用費得到一支 只是送沒買卡通做向雞蜜 新中華新聞北邊臨 中華 蔡宏伯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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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